國民黨中山獎學金有超過六十年的歷史 但卻出現斷炊的情況 有一名黃信博士生在二零一七年 在國外讀書時讀到一半 卻接到國民黨通知說 他們的黨產被凍結了 因此沒有辦法再支付獎學金 博士生只好提告 而高等法院二審宣判 國民黨敗訴必須要付給學生一百三十萬元 對此黨中央表達尊重 會積極來做後續的處理 而國民黨週三下午舉行例行中常會 但是黨主席朱立倫卻罕見了出國請假 黨中央只說朱立倫出國是私人的行程 不方便多談 抗議活動直接拉到黨中央裡頭 就是因為他們都是黨代表和中常委 趁著星期三下午的中常會時間 再度抗議黃福星黨部族改 不服程序要求退回 但這天下午黨主席朱立倫卻罕見 沒出席常會請假出國 去哪裡做什麼黨中央保密到家 不過內部組織不斷精簡 當然一部分原因也是黨產被沒收 國民黨還因為支付不了中山獎學金 被學生提告敗訴 黃信博士生2016年獲中三獎學金 兩年可以獲得260萬元補助 但他出國念到一半2017年10月收到國民黨通知 因為黨產會凍結帳戶無法播放獎金 在國外被斷精緣黃信博士生最後咬牙畢業 還是沒拿到錢告上法院高院二審宣判國民黨敗訴需給付學生130萬元 我也是那一屆斷炊的其中一位 我們當然了解學生出國了之後沒有領到這筆錢 非常的辛苦 國民黨在相關司法的過程一直希望黨產會去解編這1000多萬 照顧學生學術的部分 可是黨產會完完全全不管這些學生出國的死活 黨產被沒收讓國民黨這家百年老店舉步維艱 記者發言 劉淳維 台北通報道 10分後